上上上呢 我是去年12月份刚解的婚 我的丈夫也是一名警察 但我是双城生活 他在北京然后我在天津 我每天就着来回跑 这也不算双城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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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路程要将近三个小时 丈夫会吃狗的醋吗 我曾经给他写过一篇情书 但是没有跟我对象写过 你给狗写过情书 对 你说来听听 我们平时的生活吗 嗯 站在我左边的也是你 嗯 然后每天陪伴我的也是你 然后是他再批了我丈夫的位置 站在我的左边 哈哈哈哈 然后他听完之后就很无奈吧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真的一个人的工作 对他的感情是有影响 就是反正我可能也是 比较嫌疑也贺的性格吧 就是喂犬养猫 然后周全国 这是我的 人生的愿景 你将来可能会找一个跟你一样喜欢猫狗 嗯 也许吧 今天 我们三位都有幸福心愿吗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共同的幸福心愿 对 来 有请王警官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就是帮助有犬的人士以良好的方式教育自己的爱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幸福心愿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幸福心愿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小区里也能看得到 有时候在网络上也能看得到 有些爱犬犬的人呢 对对待自己的宠物 经常会以一些错误的方式来说的 比如说犬做错了 他在家里大小便了 他可能不问亲户身上赵白就上去给他一顿打 而这种是完全不可取的 日常训练当中就是要及时制止他的错误 最好可以以你们自己的方法 比如说不要做不可以去制止他 最好就从最先开始的时候就培养他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也希望有犬的人能够也在日常生活中 给他当个家人一样用好的方式去教育他 来你们刚才听了三位警官的工作 你们有什么感受 我希望你们多上节目 是因为我让大众知道 我们的幸福生活并不是凭空得来的 是正是由于我们这些辛苦的干警 我们的警犬无偿的付出 然后才能保证我们现在的安定的生活 有时候警察的工作需要公民配合的时候 我希望广大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去配合我们警察的工作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生活长治久安 保证我们的幸福一直延续下去 其实包括日常生活中 我们接触很多很多养狗的朋友们 狗确实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相对于就是他们对我们的需要而言 我觉得是人类更需要他们 不管是精神上的寄托 情感上的需要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为我们付出的 包括今天真的看到这种画面 就觉得是人和自然 人和动物很和谐的相处的一种 能让人很感动的情感的交流 现在的警犬 他们为我们日常生活 人的生命 财产 安全呢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愿意带领 长春康拉医院 减肥基地的 所有工作人员 进入 对你们的心愿呢 去宣传 希望能够影响 更多的 养犬的人士呢 善待自己的安全 谢谢 其实我相信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 要照顾好一套狗 就不容易 更何况 你们照顾的是 为我们的生命财产 保行的 这样的警犬的日常生活 你们一定付出了不少 再次感谢你们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来 我见 英姿萨爽 干遍洒脱的警官们 经受了梦想与现实 心灵与情感 信仰与追求的多重考验 通过和警犬 成千上万次的互动 在警务创新的最前沿 追途梦想 实现了心灵的成长 和人生的蜕变